香港的9月和10月是中國應染紡織行業的傳統旺季 然而中國應染業重鎮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 卻在9月21號發布了高耗能企業停產通知 隨即161家應染廠全部限電停產 一刀切的做法引起業界反彈 當地政府在9月25號被迫調整了限制措施 濱海工業區位於紹興柯橋區東北部的馬鞍鎮 聚集了大量的紡織、應染企業 應染產能佔全國的三分之一 當地業者透露 應染廠都在苦撐 新的限制方案 限電時間持續到今年年底 按照2019年工業企業母均效益評定結果 劃分為A、B、C、D四類 A類企業開8停2、B類企業開7停3、C類企業開6停4、D類企業開4停6 也就是說 母均效益較低的企業到今年年底 每個月只能生產12天 但這現金還是根據你稅收來定的 稅收高的話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它就會給你多用電 給你多生產 如果你沒有稅收的話 那現金停工率比較多 政府要淘汰一批沒有稅收的企業 企業又小 你教我幾歲 你這地方基地也沒有什麼貢獻 不要你的呀 現在就是到山下去 要繼續去遠一點的地方 不要在這些發展區裡面待了 就這個意思 由於產能受限 目前柯橋區應燃廠開出的應燃費 每噸大約上漲了1000元 下游產品價格也全面漲價 不僅是在紹興柯橋 中國高能耗行業都面臨著能耗雙控減產 帶動物價上漲 青唐人記者雄斌 李佩玲採訪報導